各位聽眾 今天我講的故事叫做瑞雲 聽說杭州以前有個出名的妓女叫做瑞雲 瑞雲多才多藝 人生得靈 十幾歲 她的養母就要她出來接客 以前妓院的養母就是現在叫她龜婆 瑞雲第一天出來接客 她就跟龜婆說 她說 菜媽 這是我一生的前程 所以一開始我不想亂接客 人客要由我自己選 身價可以由你定的 這個菜媽知道瑞雲 第二天就是她的搖前鼠 免得激怒她 總之她肯接客就可以了 於是就跟她定了身價 接客是十五兩銀 從此瑞雲就每日見客 但凡求見的人客 一定要送禮物來 禮物多的 瑞雲就陪她捉一盆棋 或者畫一幅畫籌借她 禮物少的 就隨便跟她喝一杯茶就算了 瑞雲見客不久 她的名聲就越傳越遠 有很多才主富商 達官貴人都來登門求見 想說一賭荒庸 當地有個姓賀的書生 名氣都有些 知錢財收入只是一般化 她平時很仰慕瑞雲的方名 雖然不敢奢望 和她有肌膚之襯 也很想盡自己的力量 去賺點錢送回禮物 希望可以親眼看一看瑞雲 她七臭八臭 她出資賺夠錢 買了一份禮物 去求見瑞雲 她說瑞雲見得人客多 會看不起自己的負寒宣相 怎知等到相見時 瑞雲都不知多熱情周到接待她 跟她談了很久 在談談之間 誰運微目禽情 作了一首詩贈給賀書生 那首詩是這樣的 何是叩章者 南橋叩竅曉關 有心沉獄處 端隻在人間 各位 這首詩是借用一個典故 表示求婚的意思 故事大概是 有个姓裴的书生 经过南桥这个地方 很颈渴 他问一位白爷婆拿水喝 白爷婆就叫自己的女儿 云英 倒点水给她喝 裴书生见云英生得很漂亮 就想娶她为妻 白爷婆就说 我有零单 不过要肉的储购 来中就行 如果你拿到肉做的储购 我就把女儿嫁给你 什么叫储购 即是我们现在用的中坎 后来裴书生 就真的拿了肉做的储购给白爷婆 白爷婆就立刻拿来中药 那些药中好之后 他们吃了成了仙 裴书生就和云英姑娘结婚 何书生得到碎云的这首诗之后 欢喜到发狂 刚刚想说和瑞云谈回几句 忽然就有个小丫鬟进来 告诉瑞云又有客到 何书生就只好先走 何书生回家之后 念口网整天念着瑞云作的那首诗 他在自我陶醉 连发梦都想着瑞云 过了两三天 就更加想念瑞云 他忍不住 又买了很多东西 然后又买了些礼物 再一次去见瑞云 这次瑞云接待他 就两个人说话更加投机 聊聊聊天 瑞云就移章等到何书生 在那里细细声话了 先生 你想不想到办法 和我宽聚一晚 何书生就很惠难地说 小姐 我是个穷书生 我所能奉献给你的 只有一片痴情 就算现在我来见一见你 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老实说 可以一倒你的荒庸 我已经心满意足 第二样 我还哪敢想 瑞云听了 立刻没了心机 说话都不想多说 何书生在那里坐了很久 也想不出个办法来 后来瑞云又要接第二个客 何书生就不得已 唯有先走 何书生回到家 常常闷闷不落 他生气起来 有时想拿起家的钱财去妓院 和瑞云宽聚一晚 不过细心想起来 又怕宽聚之后再分手 那就更加痛苦了 到时都不知道如何收拾好 上到这一层 火一样热的心情 就好像冰雪那样融了 从此以后 何书生就不敢再去见瑞云 免得见完之后 心烦了 过了没多久 瑞云就开始选鱼翼郎君 他一心就想选一个 好像何书生那样的男人 但是选来选去 选了几个月都没选成 选到龟婆都生气了 说明以后不让他再选了 有日 有个兽彩带来礼物 来求见瑞云 临走的时候 他用手指点瑞云的额头就说了 唉 可惜 可惜啊 说完他就走了 瑞云送走这个人客之后 其他姐妹见他额头上有个手指印 好像滑那么黑 就叫他快点洗净 瑞云就用水洗 嘩 怎知越洗越黑 过了几天 那颗客人就越来越大大 过了年龄 连拳骨 鼻哥那些地方都黑了 哇 瑞云当场变得丑到什么 是人见到也怕了他 慢慢就没有人客来见他了 那赛妈见他赚不到钱 就把他跟那妹仔一起做事 哎 这个瑞云身子有娇弱 做些粗重的功夫 怎么习惯呢 看着他一日瘦过一日 这件事又不知 怎会传到被何书生知道 他一知道 就立刻去探望瑞云 他见到瑞云 和那妹仔在厨房做事 只见他怒怒 骚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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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到鬼 瑞云看见何书生 自己又反为不好意思 快快脆脆另一面 何书生很可怜他 就和赛妈商量 说要用钱 熟瑞云出来做他的妻子 哎 赛妈肯定是制 一口就答应了 何书生回家 就卖了值钱的东西 拿钱去妓院 就熟了瑞云出来 瑞云跟他一回到家 跪在地上 就哭着说 先生 我真是好多谢你答救之恩 日后 我定当涌全相报 我知道自己容貌丑陋 陪不起先生 不过 我心甘情愿 和先生做劳做妾 一世事后先生你的 何书生立刻扶起他说 哎 人生最敬重的是自己 当初你春风得意的时候 都能够了解我 难道现在你时运不好 我就不记得你了吗 我用钱熟你回来 就是想娶你为我妻子 何书生过了几天 真是明媒正取 拿了瑞云做妻子 过了一年 何书生偶然去蘇州一趟 和一个姓王的秀彩住在马家客店 他们闲谈之中 黄秀彩忽然说 啊 杭州有个叫瑞云的名记 近来不知如何呢 何书生就回答他说 哦 瑞云他嫁了人了 什么 嫁了人 嗯 那他嫁了个什么人啊 嗯 那个人啊 大概和我差不多了 哦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瑞云嫁得像你那样的丈夫就好了 啊 啊 不知他身价是多少呢 哦 因为他得了个怪病 所以人家很便宜卖了他 哦 哈哈哈哈 那卖他那个人 有没有你那么好啊 何书生就觉得他问的奇怪啊 就反过来问回他了 黄秀彩那样笑着说 哈哈哈哈 老实跟你说啊 上两年我见过瑞云一次 哎 我很可怜他啊 那么漂亮的佳人 居然流落在烟花之地 得不到合心水的归宿 所以 我就特地施展一些小小的法術 掩盖他厌厉的光芒 而保存他美玉的本质 等那个真正爱识他才华的人 来赏识他咯 何书生一听啊 哎呀 原来是这样回事啊 他连忙就问黄秀彩话了 王兄啊 王兄 你帮得瑞云点黑 你当然帮得他洗干净了 哈哈哈哈 當然可以了 不过要人诚心诚意求我 何书生立刻跪下拜他说 王兄啊 瑞云的丈夫 就是小弟啊 嗯 哈哈哈哈 嗯 天下间 只有真正有才德的人 才会这么有情意啊 好 我跟你回去 等我赠送一位绝代佳人给你啊 何生 带着黄秀彩回家 一到处 何生就将罗酒菜 要款待黄秀彩啊 黄秀彩就说 延弟 不用急着接待我 还是先由我洗些小法術 等你高兴一下先啊 说完 他就叫何生捧一盆洗面水出来给他 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 跟着伸着手指在盆水里画几画 画完之后他就画了 好了 行了 用这盆水给你夫人洗面 何生就马上捧一盆水给瑞云洗面 瑞云在盆水里轻轻洗 哇 果然一洗就整面干净了 只见他的面红粉飞飞 好像当年一样那么漂亮 他们夫妻两人欢喜到什么 一起出来想拜祭黄秀彩 谁知不见了他 到处去找都找不到 他们心想 哎 可能黄秀彩是神仙来的 各位 王秀彩是否神仙 我想不用我说大家心中明白 何书生对瑞云也算是一片情深 他不会说因为瑞云容貌上起了变化 改变情意 而是认为人世间最重要是得知己 结果他也有个美满的结局 所以有个俗话说得几好的 知己知彼将心彼心 好了 说完瑞云这个故事 下面我接着跟大家讲一个审案的故事 这个故事叫做太原浴 话说山西太原有户人家 他们家婆媳妇都是寡妇来的 那个家婆呢 虽然年龄四十有多 但是生性风骚 就不懂得自爱 他和村里头有个毛奶 勾勾搭搭搭有奸情 不懂得自爱 媳妇就很不喜欢家婆的所谓 有时那个毛奶来到他们家 媳妇就特意站在门口嘰嘰嘰嘰嘰嘰 不想被个毛奶入屋 那家婆知道了 就肯定是生气了 左头左勢 就想借头借路赶她媳妇走 怎知她媳妇又不是那么好欺 于是乎 她们家婆媳妇就经常借一些椅吵架 吵到不可开架 那一来 家婆更加生气媳妇 她就反咬一口 无中生友地说 媳妇不守折 和男人有奸情 她就告到官府 院官就问奸夫叫什么名 家婆就说 啊 那个男人晚上来 明天天未光就走 我怎知她叫什么名 要问就问我媳妇 院官就传个媳妇来審问 那媳妇果然知道奸夫的名 不过她说这个人不是自己的奸夫 是家婆的奸夫 那她们家婆媳妇都说对方有奸情 搖来携去 那个院官就没有办法定得到案 那就立刻下令捉了你这个云妇 那一来就大声才搞辯了 远官嫁人了 不关我事的 是他们家婆 discoveries不何 特地扯我下去,說壞對方而已。 縣官就說, 嘻嘻,好笑, 全村幾百個男人, 為何偏偏要提到你呢? 就證明你吳芳是清白無辜的。 如果你還老老實實招供, 我就從嚴發落。 無賴驚起上來, 不說不行, 就亂撒謊, 說自己和媳婦有姦情。 於是,縣官就審媳婦, 問她是不是。 媳婦想著自己不是, 幾打都不認。 縣官就用刑來逼她認, 但是媳婦始終都不認。 縣官生氣到什麼呢? 就當堂發落, 准許家婆趕媳婦走。 媳婦很不服氣, 出了縣衙門, 就上到省告狀。 當時, 林進苑的縣官孫柳和, 就連續幾年破了不少宜蘭案件。 大家一致公認, 他有辦案的裁幹。 省裡頭就將這件案, 交給孫縣官來審理。 孫縣官一接手這件案, 就首先將和這件案有關的人員, 家婆, 媳婦, 無賴, 就通通提堂審問。 審問完, 他就混了他們入監, 然後就吩咐牙翼, 找些磚頭石仔, 來盜裔仔回來, 說準備明天要來審案用。 那些牙翼個個都一頭霧水, 在下面議論紛紛地說, 審犯人用刑, 公堂上有的事, 有板子, 有甲棍, 有甲棍, 用些磚頭利刀。 既然院官已經吩咐了, 就找好照辦不言。 好, 第二天, 孫縣官有了升堂審案, 他問過牙翼, 知道已經帶齊了磚石刀蕊, 就傳令帶家婆媳婦無賴三個人上堂。 他對家婆媳婦說, 嗯, 這個案不用怎麼查的了, 淫婦雖然還未曾定到是誰, 但是奸夫是確實無疑的。 你們本來是清白之家, 不過是一時受了壞人的引誘, 全部罪過在這個無賴身上。 現在公堂上鑽石刀蕊都有, 你們兩個人可以隨便拿些磊刀石頭, 給我打死這個無賴。 家婆媳婦聽說, 好惡然, 要他們用利刀石頭來打人, 如果真的打死人, 要不需要賠? 孫縣官見他們惡然, 不敢動手, 他就說了, 你們不用怕, 打死人, 有我作主, 你們快動手。 遠官吩咐, 不打都不行。 於是家婆媳婦就起了身, 撿了磚頭, 就擲個無賴。 啊, 這個媳婦對無賴, 早就恨之入骨了。 只見她是專門選擇大舊的磚頭, 出行力, 鬥頭鬥腦就拍到無賴, 一點都不疼她。 那個家婆, 見到情婦那樣, 任人打這麼陰功, 欲赤死她啊, 但是自己也要打一份啊, 唯有撿起幾個磚頭仔, 裝模作樣, 扔在那裡。 還要扔在那些腳啊, 手啊, 那些不緊要的地方。 過了一陣, 孫縣官又命令他們用刀, 或者用鎚, 來懲治這個無賴。 媳婦又生聲力, 一把納納的尼刀, 六大雙眼就燈緊這個無賴, 看她的樣子啊, 恨不得一下就劏開無賴的心口, 拿她的心出來看是黑還是紅啊。 那此見那個家婆呢, 力氣把瘀仔, 還要絲絲縮縮縮, 不敢落手的樣子啊。 孫縣官看到這個情景, 就制止他們說, 好, 你們可以放下刀下去, 本官已經查出誰是淫婦了, 左右, 將老鉗婆拉下去打, 打到她招出實情為止。 那些雅翼, 嘻嘻嘻嘻, 按下家婆一打, 就二十幾三十大半了, 打到她皮開肉讚。 進行婚的甚至三十大半了, 占軍就向她說不話。 那家婆更敢隱瞞嗎, 死都說出來了, 輪官就下令打毛賴三十大半, 這件儀案, 總算是搞得水落石出了。 各位, 各位,平原肉講雖然是有關破案的故事,但我們聽完之後,或者會不會受到一些啟發呢? 當遇到疑難問題的時候,只要努力用心思考,反覆推敲,隨時處處留心,到時自然就一定會有辦法。 好,現在節目時間又差不多,歡迎你明天繼續收聽。 今晚節目時間又開始休息。 所以點燈? 請稍微休息,請稍微休息。 請到達了息子。